三十二年的西華飯店 已經確定要熄燈 在明年二月十五號的時候 就要熄燈改建 變成是豪宅 那過去三十二年 有多麼樣的一個瘋狂 有多麼樣的繁榮歲月 潘老師一起來 對我們瞭解 對 我們還在講說 那個人家年終獎金領多麼多多 那但是最慘的是什麼 就是餐飲旅遊業對不對 沒想到還有更慘的 因為整個要收起來了 過年之後 為什麼是二月十五號 因為也就是在農曆年 二月十五號那天熊完 元宵節就是在那一天 我還以為是情人節光 要催熄 好像也是 就是要催熄燈好了 很令人悲傷 結果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邊管理集團的話 其實他就會告訴大家 就是常年支持西華的貴賓好友 然後就要畫下三十二年的修指幅 然後非常感謝大家 那當然他們在大直的台北 萬豪的話 還是會繼續下去 那但是我們在這邊的話 也不得不來正視這個問題 也就是疫情的問題 那五星級飯店的話 比較難轉這種防疫之間 那一類的 在有一些經費的注入 所以他們其實就沒辦法 再搭上台北市 對於偽老建築的一些改建 他們又可以拿到一些容積率 所以就變成決定了 就在明年的二月十五日 就要畫上修指幅 那如果說大家手上 還有一些貪券輸入券的話 他們其實會負責 會有人專門幫他們處理 真的這一間我很熟 因為我們以前 國貞就知道 我們跑台宿 每年常吃飯 他們都是請這一家 請十年大概都是十年 有八年都在這一家 所以某一種程度上 我們也是覺得 對有時候情感上 就是會有一些哀傷的感覺 但是有時候就變成大事所需 也沒有辦法 但是不是只有慧珍 然後我們這樣來懷念而已 因為其實對西華來說 國內現在有很多大飯店 是跟國際的連鎖飯店接軌的 但是西華並沒有 可是儘管如此 很多國際知名的人 來台灣之後 還是會入住這裡 你想想看 這個曾經的老布希 美國總統 他們老布希夫婦來的時候 是有來住這邊 另外我們看到姚明 然後李安大導演 然後還有柴契爾夫人 曾經也是情權一時 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 但是大家可能很好奇 那旁邊這個阿兜是誰 為什麼全部都拍他 他其實是這個裡面的總經理 他是夏基恩 就是他 就是他 來我們再往下看 那除此之外的話 還有什麼 你看 世大天王郭富城 然後劉德華 還有我們發哥 卓倫發 然後還有湯偉 所以其實我們就會發現 雖然說沒有國際品牌的加持 但是大家都很喜歡 到西華這邊來 所以一定有他的獨到之處 那但是呢 剛剛我們跟人講到 那這個阿兜瓜的話 到底是誰 來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剛剛不是說 是他總經理嗎 那但是我們談到西華也會談到 他背後的台灣觀光飯店的教父 就劉文志 有一天呢 劉董竟然拿了一袋小番茄 給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總經理下接 那其實就覺得奇怪 你給我吃番茄幹嘛 原來是因為劉董啊 在飯店裡面吃了番茄之後 就發現 奇怪 這番茄可以很好吃 為什麼我們的不好吃 他就自己拿一袋來 所以你看 他連這麼小的細節 總經理壓力很大 你想想看 當也拿番茄給你吃 嫌你這個番茄怎麼回事啊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當然從這來的話 我們也有此就可見一般 所以劉董對很多事情的話 要求都非常嚴格 而且呢 其實我們剛剛也跟大家談到 他說西華停了 可是我們望好酒店 還繼續會做 望好酒店的話 講起來的話 對劉董來說 這個老人家其實是綜橫沙場 那一段時間 2015年的時候 情緒也波動 為什麼他很努力的 要再開闢一個新的戰場 但是那個時候 房屋稅 地價稅的政策改變了 所以他遇到了很大的困難 他曾經還說過 這可能是我要放棄的時候 那但是呢 大家也都相信 他能夠把事情做起來 確實如此 他連番茄都不放過 一個大的飯店呢 他進去之後 那個千坪的 那個造景 他看了就不滿意 為什麼 他還特別去找他的園藝師 因為他覺得說 園藝這種東西 不是植物種一種 樹種一種就好了 你要有那種深淺 深淺的顏色變化 還要高低的錯落 搞不好還有風水的考量 沒有錯 那個感覺要出來 所以他還自己去找 那另外的話 鹽家在這方面還滿了解的 應該也不錯 但是那個時候還沒跟上 好 沒關係 來 我們講到還有哪邊 還有他們講到 他們主要宴會廳的大燈 那大家想到宴會廳的大燈 就是Candelier 就是那種大的吊 都很豪華 他就說他跟總經理 各自回去這個研究一下 就隔天的話 總經理準備了二三十張 想說我們跟宴會來討論一下 宴會拿出兩三百張 嚇死人 你在他手下做事 你自己平平比較暗 天啊 那樣子不是瘋了嗎 真的是這樣 而且大家知道嗎 到最後結論出來 竟然不是用大的吊燈 而是認為那已經過時了 我們要提供足夠的明亮照明 就夠了 所以他其實 不要看他現在80歲了 他對於很多事情的敏感 跟敏銳美感的程度 是有跟上 但是剛剛徽生講到重點了 那他兒子的話是不是也是一樣 不過他兒子其實還蠻有趣的 我們看到這個劉昏昌 他其實曾經也講過 因為他在萬豪酒店裡面 他有提到 他說我們可以推一個新的業務 就是對於一些頂級客 我們提供一些酒教的服務 幫助他們 那但是當年就說 你是什麼 結果他竟然要用一些數據來說服 所以就算是父子 東西也要講清楚 但是我們在講到這個 那其實我們看到這個劉昏昌 他其實很有趣 他有很多新的創意 他不需要跟別人 那時候呢 他是少數五星級飯店竟然會看到這個月子餐這一塊 對 因為他說我們跟著我們飯店一起長大的人 可能開始也進到這個需求了 是 不管是自己的需求 或者是媳婦兒的需求 沒講到他的煲湯出來大受歡迎 而且在早期台灣還不流行的時候 他就推出了這個乾式熟成牛肉 另外的話呢 他們習慣有一些重要客人來的話 生日他們是會讓他有感動的感覺 那你說生日又要感動 那生日傳統的話就豬腳麵線 是不是這樣 但是他像說不行 這樣子不夠感動 他竟然端出來的東西 你會看到哪有豬腳而已 哪有沒麵線呢 因為他們豬腳處理到把骨頭弄掉 然後把面線弄到裡面去 所以其實這種剛傳出來之後 但是呢 主廚在他手下做事也怕怕 傳出來之後 他最怕你講句 那這也沒什麼 那就完蛋了 但是還好 很多東西傳出來就是有什麼 那但是呢 這麼多的崩崩危機 大家一起走過來 可是明年還是要熄燈了 對 我都可以爆一個小料 因為其實這個劉恆昌 是我們在幾次飯局上 有遇過的一個朋友 你知道在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你知道他曾經講過 他私底下就很默默的說 我曾經想過 走進去半個 走進去餐廳裡面 整個都空的 是不是要擺幾個假人 看起來比較有人氣 衝一點人場 這是他真的親自講的